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来看我们朋友的兰花 你可以看这一批的 Xideria很漂亮 对不对 这个是我的那个002的血统 出现的兰花 那你可以看非常的大 你猜这个种多久 这个不过种了一年左右时间 非常的夸张 整个都是成体的大小 那虽然它本来就长得比较快 因为这个是桑德去教 好像是桑德去教史塔基吧 好像是这两个品种 但是也长太快了吧 这个速度真的是 快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但是非常的大 明年一定会来花 而且花应该会来的非常的多 那桑德本来就没有什么夜班 史塔基有些也没有什么夜班 所以教起来就没有什么夜班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没有什么夜班的品种 不过它非常的大颗 已经到了那种人家的 大概2.5寸再往上的大小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大颗的 有点夸张 这个也差不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它有些呢 带有一点点的小夜班 但是不是真的明显 这个主要是开白花 那少部分会开一些白花片粉红的颜色 好 那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 长的速度很快 比想象中快很多的品种 因为阿嬷其实长得还蛮快的 就是阿嬷其实演化过来就是 就是桑德 那史塔基在我朋友这边的环境也长得很快 因为光线充足的关系 它是属于一个喜欢光线充足的品种 所以这两个品种在这里 你看整个长起来真的是一个 非常的快的进度 那虽然没有什么夜班 但是看叶子 跟这种大型的叶子就很漂亮 尤其进入了秋冬以后 这个成长速度算是会再加快一些些 到明年 它其实我记得去年左右才出品 大概去年10月多左右 所以你想一想去年10月多到现在 也不过才过一年再多一点点 这个大小已经是一个巨无霸等级的大小了 那根系整个都攀到板子上去了 所以成长的状况非常好 要有这种成长速度 首先还是需要有它的环境 因为它的环境日夜温差大 然后晚上又会充满的水气 所以这种充满的水气的环境 加上日夜温差大的环境 是一种成长最漂亮的环境 那相对而言你看 Sideria成长比较慢 你就知道同样扇板的品种 两个差多少 所以斑叶蝴蝶本来就长得比较慢 如果你的斑叶蝴蝶长得比较慢的话 就别担心 因为它本来就长得比较慢 你可以相对于左边的 它们同时出品 你可以大脚差多少 大概差一倍以上 这个是品种的差异性 史塔基比较快 史塔基可能比较慢一些些 但是阿婆系列 或者是桑德系列就比较快一些些 这一面墙非常的好看 大家很期待明年的开花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照我朋友可能有机会 有人会来收购或之类的 不知道 反正至少现在看夜班是非常的好了 因为现在慢慢的开始应该 我觉得花梗会开始来 因为过一阵子它应该就抽花梗 你看它根系是这样盘上去的 还蛮好看的 不过你看它这边水草非常的不好看 对不对 因为这边湿气高 水气高 然后日照的关系 所以水草的耗损非常的快 前期的保湿是水草的最重要的重点 但后期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后期其实它根已经 攀料板子上去了 只要能攀料板子上 其实它都可以吸收到养分 你看这个叶子非常的夸张 非常大 有点像那种市场花的感觉 非常的 有这种疗愈的性 疗愈的状况 反正我觉得很夸张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